一首難忘經銷 大陸著名女歌手李谷一 連續在大陸央視春晚 唱了三十八年 但這次李谷一 在二十一號除夕發文表示 因为确诊新冠 还在住院 无法参加春晚 李谷一现年七十九岁 是大陸一级演员 女高音歌唱家 对于缺席春晚 她感慨 很遗憾 没能在春晚四十年之际 参与节目现场 春节期间 大陸疫情还在延烧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诊监 病房 都可以看到不少年长患者 大陸中极控二十二号最新通报 一月十三号到十九号 新冠相关死亡病例数达到一万两千六百五十八例 对于外界判断 春远将导致大陆疫情恶化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发表最新评论 他认为大量人员流动 虽然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促进疫情扩散 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感染人数上升 但由于这一波疫情已经使得全大陆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感染过 未来两到三个月 全大陆要出现大规模疫情反弹 可能性很小 TVBS新闻 陈佑祥 李明珍综合报道